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8世纪的时候 镜子是非常奢华的一种东西 因为它是用水银镀的 陆玉十四居然宫殿里除了一面是落地窗 其他三面都是用大镜子装饰起来了 在这里举办舞会 凡尔塞宫的心脏 靖庭 德国人共战巴黎 居然在靖庭举行了他从王国到帝王的加冕礼 王呢就是King 帝王叫King of Kings 我手底下要管更多的王国 所以我升格为叫皇帝 回家统一之后 比斯麦被称为国父 首相比国王活得长 国王死了 首相还在位 这个麻烦就来了 这个国王一世传为给威廉一世 传为给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他在位才一年多 他就死了 传给了孙子 也叫威廉二世 这俩是祖孙辈 首相是爷爷辈 他二十多岁 愣头青 这俩人搁在一起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 聪明的是首相 要在国王驾崩或者退位以前 首相先退位 他能跟这个人合作好 他不一定能跟后面的人合作好 独播是合作不好的 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小黄一上来了 不好办了 那么著名的 他就发动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威廉二世 这个威廉二世怎么回事呢 他压根就没有做好接班的准备 他跟他混日子 爷爷死了 传为给我爹 我爹有准备 有仇军 就是我爹身体不好 一年以后就传为给他 Friedrich Wilhelm Victor Albrecht von Preussen was Queen Victoria's first grandchild 他生涯的时候 是有残障的 威廉二世 他左手在出生的时候 因为屁股先出来 分娩的过程长达十多个小时 助产时一急之下 用力蛮干 导致他左臂萎缩 最近看了一部冲澳片 女人的碎片 这助产时真的要谨慎选择 他左胳膊是这样子的 他左臂呢 比右臂要短一点 左胳膊一直是保持这样的姿势 他妈都不看好他 他妈是从维多利亚 英国王朝 远家过来的公主 也没有做好上台执政的准备 王冠到手了 幕侯儿冠 他第一身体有障碍 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残疾 或者我们可以讲心理创伤 那个时候德国处在中世纪 到现在的门槛上 就跟我们今天一样 没有很多的高科技 但民间还有很多 相信巫术和巫医的 比如我们从中世纪过来 传统的一诀 就是你缺什么吃什么 简单的模仿 心脏不好吃猪心 脑子不好吃猪脑子 德国也一样 人类其实一回事 它从相同的历史环境里面 必然有相同的行为选择 这小孩有残障 德国那个时候 公平身处是怎么治疗他的呢 杀飞禽猛兽 这飞禽猛兽 要死不死 心脏还跳 还在动的时候 让基无力的手 就伸到那个鲜血淋漓的内脏 老鹰 狮子老虎内脏里面 他紧紧握住 正在跳动的心脏 他们认为 正在跳动的心脏 能把生命的元气传导给他 能治好这个基无力 你想一个十岁不到的小孩 多次经历这种血淋漓的场面 做母亲都知道 肯定会给孩子带来心理的创伤 这孩子长大了 精神是不健全的 要么特别胆小 要么崇尚武力 暴力 所以威廉二世做的国王 他带着双重的残疾做的国王 做皇帝的 威廉二世他做皇帝 最喜欢做的事情 穿军装 给将军受军衔 他喜欢到军营里策马飞奔 时不时地举行阅兵大典 他想建立自己赫赫武功的这样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 我爷爷跟老首相三战三戟 我自己手无寸功 我怎么能压得服众人呢 除了集权之外 最重要的是集中的权力要打一仗 没仗 我找仗要打 当年他要打的第一仗 他不是打台湾啊 他是要挑战他的外婆 什么叫挑战外婆呢 他GDP不是坐二望一了吗 那个时候的GDP 第一是英国 大英帝国 那个时候大英帝国的女儿 都是外交到欧洲宫廷里面做公主的 他要挑战大英帝国 就是挑战他的外婆 这一挑战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的现代化的战争 1914年至1918年 除了动用原子弹 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 我估计叫发明早扔了 除了原子弹之外的所有的现代武器 从飞机到潜水艇 到毒气到机关枪 那个时候机枪是最吓人的 一战以后 世界成立了禁止机枪的协会 因为他杀伤力太大了 不敢用了 死了一千多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的四年 所以说他是人类 第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但是你翻过来看一看 他同时又是人类 最后的一场古老的王朝战争 王朝战争就是 过去我们春秋战国时期 不是经常有女儿 嫁到你家去 你家的女儿嫁到我这边来 我们互相联姻 用女儿做政治交换 文成公主的悲剧 不就是这样子吗 实在没办法了 最后用女人来打主意了 嫁个女的过去 我们成殷勤 欧洲也是这样 维多利亚原家的公主到德国 生了个儿子 儿子是在你娘家的外甥 他们就打起来了 是外孙和外婆之间的战争 为了遏制这场战争 比斯曼就拉下老脸 教训这个不懂事的小国王 说了一句 跟上级托克威尔有关的名言 他说的什么呢 他说 当今世界 一个基本的历史实施 两个大国说同一种语言 他指南两个大国呢 英国和美国 这就看到了比斯曼的洞察和元件 因为美国他是欧洲的妻子 在古老的欧洲待不下去的人呢 一跺脚 投奔怒海 下海了 那就是下海的人 如果是老欧洲是体制中的 美国人就是体制外的 散民优优 早期的个体户 个体户 大家都看不起他的 没文化 就只剩下钱了 爆发户 冒险家 痞子 西部牛仔 没有人料到 被抛弃的欧洲妻子会回来 不仅回来 而且是要改写欧洲的历史 改写文明历史 他们看不起 比斯曼不是 比斯曼说 当今世界 一个最基本的历史 是两个大国 说同一种语言 也就是说 你要对英国宣战吗 可以 做好思想准备 他后面有一个精神之子 他儿子 早年放出出去 现在变成一大群了 他娘挨打了他儿子 肯定要回来 你打得过他娘 你未必打得过他后面的儿子 就是这么个意思 被连二十不听 1914年8月 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4月 美国登陆 这是美国被放走300年以后 第一次回来 一回来 就是横扫千军 彻底改写欧洲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英国美国胜利二个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同样 看到这个巨大历史趋势的 室内的大象 很多人看不见 比斯曼在19世纪的 最后十年就看到了 所以一个托克维尔 法国人 一个比斯曼 德国人 他们最早看出了欧洲的雏形 这是教科书不讲的 但是我觉得 这是最应该讲的事情 我是江浩克 关注更多的好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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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